開始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主要就是 首先我們用一個一兩堂 其實一兩個小時 其實中國的歷代的書法 就是多到兩天兩夜 就是兩個月都未必可以看得完 我就是一個好像快速手畫 或者走馬運花那樣 其實主要大家認識一下 中國的文字或者書法 它曾經經歷過什麼階段 有什麼面貌出來 我們慢慢去解釋一下那些什麼字 所以我就希望能夠從這個甲骨文開始 這個甲骨文呢 我要開那些字先了 這個甲骨文呢 那甲骨文呢 其實就是 我給大家看一看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已經很粗糙了 那甲骨文呢 就是 就是一些 目前中國 我們從中國文字上來講 是發現最早的文字 大概是三千年前 我覺得大概有文字 就是有正式 有大量資料 所以能夠確認它是中國文字的字體了 那這些我叫做甲骨文呢 就是因為它的文字呢 是刻了一些甲骨 甲骨什麼叫甲骨呢 就是那個動物的肩甲骨 就是那個背脊的那塊骨 那這些堅甲骨呢 就是說你在這裡呢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到 在幾千年前呢 那個年代你要知道 我們連一張紙 既然又沒有紙又沒有板 什麼都沒有的 那它能夠找到一塊平平的東西 可以刻到一些字 已經是很deluxe的了 那所以呢 它就會出現了這些我們叫做甲骨文 那這些甲骨文呢 它就在當時來講呢 就是用來做一些占卜的記錄 占卜了之後呢 有些這樣的訊息 有些異仗 它立刻刻在一塊甲骨上 那它當時刻的那些占卜都是這樣畫的 所以你見到這些甲骨文的字呢 基本上這些甲骨文的字呢 其實它是一些橫直 是橫和直的而已 它圈一圈都不漂亮的 因為它用刀來刮的 它刮完之後呢 它刮了之後呢 其實它有部份就會用一個火去談它 因為它本身是一塊有機的物體來的 所以你一談它呢 它就會爆開一點點的 所以要形成一種這樣的效果 它這個中間的位置就會 中間最闊的位置 最深的位置就會爆開一點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甲骨文 那這個甲骨文呢 我們有時候就會刻響 它刻響一些骨道的 刻響一些骨道的字 那它和一些圖案在一起 那就是當時來說呢 文字和圖案呢 是並行的 這個大家看清楚一點 大家看清楚一點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甲骨文 那這些甲骨文呢 它的寫法就是橫直橫直的 就沒有什麼轉彎位的 那還有是寫得比較 刻得比較沒有那麼快的 那我們叫做甲骨文 那好了 這些甲骨文呢 首先我們想解釋一下一件事 甲骨文的歷史就三千多年 但是發現甲骨文呢 其實就是在1990年 在曼青的時候 才發現有甲骨文的 就是有甲骨的 那它發現的甲骨文呢 其實就是很偶然的 在曼青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黃耳榮 那這個人就在河南 在河南 中國河南 就做過小官的 那他就一次就有病去執藥了 那他的中醫就開了一些藥 有一種藥叫做毛龍骨 那他就在那裡看執藥 他看執藥的那些毛龍骨 那中醫執藥出來 他原本這些骨執藥出來之後 他就中碎了我們煲藥的 那他就拿了一塊去看 裡面有一些文字 有一些文刻了 這些似乎不像是那些大自然的那些文 那於是因為這個本身的這個黃耳榮呢 他也是有一些考古學的 那我遲下我會再說 那清朝呢 第二天就流行了一種叫做考古學 就是叫做薄學 叫做薄學 那他流行了這種學物 那些人開始喜歡去研究一些古時的東西 那他就發現了一些東西 叫那個藥財寶帶他去看 於是去到這個安頓村 那個藥財寶帶有幾百塊幾蟻 十幾萬多塊這些這樣的骨 那原來那個地區就是以前的 在上古時期 因霜時期呢 曾經是一個很旺盛的地方 那都剩下很多這些骨 那由於當時開始呢 才發現了隔骨文這件事 那這個隔骨文這件事呢 是中國目前來說 叫做最早confirmed的文字了 其實再早也有些的 再早在石器時代呢 我們有些叫做圖文 那圖文呢 就是在圖器裏呢 他做了一個圖器之後 他人們畫了一些東西 像鳥仔那些花紋 也間不中有一些好性 好像是似的東西的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是不confirmed的文字 那所以呢 正式的confirmed 因為有幾十萬塊 那所以就confirmed了 這個我們認為是最早的中國文字 就是他們的隔骨文 那這裡就是講這個隔骨文的歷史了 那這個 由這個隔骨文 confirmed是最早的文字 那接著開始中國文字呢 就原來除了隔骨之外呢 後來呢 我再看多一些隔骨文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講文字學了 那我看那些隔骨文呢 那我看那些隔骨文呢 他就開口那些隔骨的 那其實這些字 這些字體 就是廣播的初初開全白了 你寫這些字也可以的嘛 你不一定要寫黃希致的嘛 你寫這些字也可以的 那我晚又再講文了 就是我學到這堂會再講的 那在那個晚清時期呢 就曾經有一班人就很興起去寫這些字 去臨這些字的 他們就不一定要去臨街書 臨帝書 或者食物 他們去臨這些字的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叫做 是叫做學學的 那這些字呢 我們後來書法呢 就分了兩派 叫做卑學 所謂卑學呢 就是去臨這些古字 那他臨這些古字的時候呢 他還要去了解那個字的 就是他們所謂考古學 當時的考古學呢 就不是這麼科學化 而是他們去解釋這些文字 曾經有一個學派呢 去解釋這些文字 去譯這些文字 這個是什麼字 那個是什麼字 那個是什麼字 現在你不懂得看的嘛 這些字你不懂得看的 這個是馬來的 這個是馬來的 那隻馬是劃出來的 就是當日那個占卜那個人 這個馬字 他寫不住 他寫不住 黑的馬仔進去 這個是他當時的那個情景 那這些字呢 就是沒有規矩的 沒有規律的 就是這些字 就是有一些很簡單的同步案來的 那如果我們 從現代的書法來講 從現代的書法來講 就是我們這樣已經是一幅一幅畫了 可以 就是anyway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當它 現在當它是一個 就是認識中國文字的一個過程 那這些都是隔軍文來的 那這些隔軍文呢 它那個形式是有很多種的 有隻鹿 有隻鹿 是 有很多種形式的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 這些就是後來的人呢 是將它 是將它淋出來 寫出來的 你看到 當時的文 最早期的文字 但是你不要小看 這些文字 都有成千幾二千個 其實都有成千幾二千個字的 但是它全部當時的字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這樣的一個不環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橫直的 用一刀去挑 用一刀去挑到骨頭 挑到骨頭之後 談一談到骨頭爆開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有些呢 中間白得太多 白得太多 它就會中間沒有了 你看看 我們有些人放大了一個字 或者我們人們把那些字 是將它變成這樣的圖案 那這些是符號 你說它的字就行 你說它的字就行 圖案就行 那就是我們 這個我們看得到 所謂的象形文字 所謂的中國字就叫做象形文字 或者這隻馬 那隻馬 那隻馬 那隻馬就是馬出來的 那隻馬就是馬字 好了 這些字的特色 這些字的特色 鴿骨文的特色 有幾樣東西 第一 線條是橫直橫直的 還有頭尾尖中間粗的 這個特色就不是它特意 很刻意要做到這樣的效果 只不過從當時來說 它有limit 就是它那個技術上的limit 就是它的局限 它有一把刀 一把刀 是刻進去那個 刻進去骨頭 所以它又橫直 橫直 只要間中有一點點 要捲封 它捲得都不漂亮的 它捲得不漂亮的 它捲得不是很順滑的 因為它當時來說 只不過它是一個人 一個人去求簽去占卜 卜完之後 他就把這個卜文 就在發掘了 你搞吧 這樣 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們就要隔軍文 這個隔軍文 所以我經常說 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 那究竟是不是 就是說 是不是有誰人發明的呢 可能只不過當時那個占卜師 他就是這樣去 你看到你明白就算了 就這樣 請問碼下面那個是什麼字 OK 這些字呢 我都不懂的 因為有一門學問 我剛才講過 很清智的一門學問 叫做薄博 這個薄博 他就專門去研究去解讀這些字 那我去解讀 現在你上網 你可以全部查得到這些字 但是我們 去學這些字 我是沒有去學這些字的解釋的 Sorry 學英文 學什麼都知道 但是這些字 我們可以在上網找得到 來解釋的 只會看到 你看到那些文字的變化 這個我們是個 就是初步認識 這就是我們叫鴿骨文 這個就是鴿骨 那鴿骨文呢 他們刻在那些龜板那裡 或者是鴿骨那裡 那些鴿骨就是動物那塊 鴿鴿鴿一塊很漂亮 所以我們在這裏 可以想像一下當時 我們今天完全要給很多想像力 我可以隨手拿起一張紙就寫一紙 因為在那個年代 他只有一張平面 平平的東西都沒有 所以他就是把鴿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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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叫金銀 金銀和隔軍銀有什麼分別呢? 金銀就比較有個師傅 有個師傅的 就是那個師傅黑了一字 黑了一些銅的 我們中國最早期 我們有一個時期叫清銅時代 我們中國的時候做了很多銅器的 這些銅器我們做了一些頂 做一些酒杯 做一些樂器 這些是清銅時代 這些清銅它做了之後 它在銅器上面有黑了很多圖案的 比如有一些動物的圖案 或者一些雲 或者一些圖案 它相對來說也黑了一些這樣的字 這次的字是請師傅黑的 就不是那個占卜師自己說你排隊 我就給你了這樣 所以這些字是比較公正一些的 比較公正一些的 就是經過師傅去 經過師傅去處理的字 你看到這些字 雖然那個字體仍然是一些 好像介乎象形文字這樣 但是它是比較公正一些的 後來我們就叫做中鼎文 即是金文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中鼎文 或者是金文 中鼎文和金文呢 中鼎文和金文呢 它的線條是有師傅處理的 有師傅處理的 它要黑到同度 不是普通黑到的了 這樣呢 它就經過師傅處理 所以線條就比較公正一些 跟隔骨文來比較呢 就是比較有些規律有些公正 就是它的線條 粗幼全部都一樣 那這些金文呢 就是黑到的同度 好了 你黑到的同度呢 當然有一些大件事啦 就不是普通隨便 就是一萬幾千塊給你了 所以發現這些金文 即是中鼎文的字的量 又相反不是這麼多了 因為它是很大件事 這樣才可以 而且也都因為黑到的同度 都要給你很多人工的 是不是 所以它就要求它高一些 所以那個字呢 你見到是公正一些的 但是如果中鼎文 還有一個特色呢 還有一個特色呢 你見到這就是中鼎文 我們說這叫金文 它還有一個特色呢 就是它的字的大小不統一的 即是它黑了個字出來的 那個字筆畫多一些就黑大一些 字筆畫小一些黑小一些 還有它排列就不整齊的 即是它是直行排列之後 它的大小小小小是亂的 是亂的 即是不一定要整齊的 你看 它不一定要整齊的 但是它不整齊 雖然它字筆也不整齊 但是它的筆畫那裡呢 筆畫那裡是比較公正一些的 是比較嚴謹一些的 所以我就叫它金文 好 另一種解讀呢 另一種解讀就是從當時來講 一個馬字 或者一個人字都好 都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寫法 是每一個人寫一個人字的寫法不同的 就是它沒有人有一個標準的 所以剛才你說那個什麼字的 那在以前呢 是經過很長時間去解讀 就是有些人花生的精力去解讀這些字的 就是因為它每一個字呢 每一個器物都發現呢 那個字都有寫法有些不同的 多一塊小一塊的 這個東西是很容易理解的 當時來講 就是識字的人都是十幾天 就是識很少數而已 就是識這些字就刻在那個桶上 刻了就無法翻譯 就刻錯了一筆 就多了一筆的了 於是出來的效果呢 就是很多偏差的 這個偏差 就是我們會在那個偏差裡 它要去看回這個 估計是什麼字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來的 一門就是文字學 或者叫考古學的學問來的 就是你如果要去解讀這些字呢 你真的要去花很多功夫 但是其實這些字呢 都已經被人解讀了 在網上可以全部有一些旋書字典啊 什麼字典呢 它會有了 譯翻這些 那個是什麼字 那個是什麼字 那我遲下另一課呢 我們會講這個悲學協學的時候呢 我們會講到呢 有些人呢 在清朝反清明文初的時候呢 有很多書法家呢 就是專説這些字的 還有他們會集這些字呢 來做作對的那樣子 那就表示他很懂這些字的 那這些字呢 聽到這些字 那個人懂得崇拜他啦 哇 這些字你都懂 即是很崇拜他啦 是不是 他在那裡揮啦 厲害啦 那麼他就覺得 啊 這些這樣的字 你都懂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當時來講的也是一種風氣來的 那我遲下會再報告那個悲學協學的時候 會再給大家介紹多些 就是那一類的書法家寫些什麼字 記住 這個時間我講的不是書法 是文字學 文字學 將這些字變成書法 那些字是舉 звучouvert到清大ời才開始的 Chili theor 這些就是 那些字 頭系 那些天兒是發佈到的金文 那麼 所以金文 所以金文跟甲骨文呢 是比較接近一些的一種文字 就是寫法 只不過講一個中間骨道 刻得很隨便 一個刻在同道 刻得認真 比較嚴謹一些 因為他可能給了錢 受了薪金 所以他就加足功課 這個就有這樣的分別 好了 接下來 在這裡為止 各位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先 因為Paul可能會繼續下去 在另外一個題目之前 可能你們有沒有想問他 都沒有的 沒有的就說了 好了 接著就出現這些字了 好了 這個字就去到秦朝了 其實是去到秦朝 我之前講的是秦朝之前 但是去到秦朝就發生什麼事呢 秦朝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就是他做了很多改革 做了很多建設 然後他覺得那些文字 以前你看到那些甲骨文 那些金文 那個馬字有人這樣寫 那個人字這樣寫 於是他就找一個人叫做李斯 你幫了這些文字 你幫了這些文字搞清楚它 統一了它 就是搞清楚它的文字 統一了那些文字 所以將那些東西 全部規律化它 於是時候就開始出現了 那時候秦朝有一個很大的建設 就是統一了那些文字 統一了那些寫法 於是我們就叫做船書 那時候叫做船書 而船書的基礎 本身都是來自那些金文 那些甲骨文 但是他就將它變成統一化了 那叫做船書 那你看看船書 船書的早期的船書 都是很接近這個金文的形象 好 但是到了後來 到了後來這個時期 到了後來這個時期 看到船書就很工整的了 開始很工整的了 開始很工整的了 那這個船書 這個船書呢 它就將這些字排起來 齊齊整整的 就是它沒有亂的 是各個字一樣的大小 各個字一樣的規格 好了 這個船書 就開始我們中國書法的初形 文字的初形了 那中國文字的初形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如果我們說要 好了我們現在買了 我要寫靚字啊 我要寫一家書啊 要寫什麼東西的 但是從這裡開始呢 我們開始有一個蒙式行動 也都因為這個船書 那個結構 就形象了以後下來 那些人寫字 要學寫字 或者什麼叫字 什麼叫字體 什麼叫字體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船書 這個船書 是複雜過金文和格筆文 就是複雜了的 那這個 好了 這個李斯 受到皇帝那個 那個委派 你幫我搞好一些字去啊 搞好一些字去啊 就是統一了它啊 不要這樣 那我都看不明白這樣 還有 好了 它整理這些船書的時候 它都有一個很長遠的思維 這個文字不應該是 就是靈滅了向這個 這樣的局限上的 就是不僅這麼少的 將來它 它有一個機制呢 它有一個機制 令到這個文字 是可以發展下去的 那這個是什麼機制呢 就即是現在我們整個 九宮格 謝謝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 在那個船書裡 在那個船書裡 是發現出來的 所謂的九宮格 那這個九宮格呢 就是中國文中 今天我們講的 所有以後的書法的一個基礎來的 另外的書法基礎 跟著它所謂的街書啊 遞書啊 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的 那這個九宮格是什麼呢 它將一個字呢 就分為九 一個桑塊字 它分為九份的 它用這一份 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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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一字 七四個份 那它就會將這些 好了 它變成它一個字 一個文字 一個字呢 就可以不是一個造型 去完成的 不是一個人字 就是一個人字 它可能是將兩三個造型 是放在一起的 那它的拼法呢 它的拼法就是 可能這個車字邊 跟著一個根字 就是斬字 它是車跟根 放在一起 就是它將兩個字的意思 放在一起 或者將三個字的意思 放在一起 三個字怎麼放在一起呢 可能這樣放 可能這樣放 它樹字木字 跟著這個好字 一個串字 一個樹字 那就三份 或者可能是四份 好了 那它一個字的靚呢 靚不靚呢 就是它全部 在每一份那裡 它都有觸及到的 它每一份都有觸及到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九宮格 那它船書呢 它所謂船書的發明呢 它就是將這字規範在四方形裡面 所謂叫方塊字 所謂叫方塊字 那這些方塊字呢 它是有分開 有些是分開三份的 有些是兩份的 有些是一份的 有些是一份的 有些是兩份的 有些是三份的 這個水字邊的字 那它分三份就是 它都是左右對稱的 那它全部規範在這個九宮格裡面的 那我們到今天 那些人說 我這字寫得不漂亮啊 我這字寫得漂亮啊 那其實你只要在那個九宮格裡面 來的編排得好 那些字都不會差到去哪裡 這個叫做公正 這個是我們美學的標準 那這個呢 其實都挺重要的 這個船書 就是將那個東西 systematic了 還有因為它既然那個九宮格 那個概念 它隨時可以創造一些新的字出來的 都是將這些字丟在一起的 那另外寫個黃字也好 它寫這個字也好 它寫這個字也好 它怎麼都弄到上面 pill up 了那個四方形的 就算那個字是這樣的也好 它把尾拉到這裡的 這個五字這樣四方形在裡面的 這個就是一個九宮格的概念 來寫中國的字了 那從這裡開始的時候呢 好了 看看 那接下來呢 那些船書呢 還變成一些船黑 那這些船書 還有街書 這些船書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到呢 一個字 一個古字 從這個街書到以前是這樣 或者到這些字這樣 好了 為什麼那個分別去哪裡呢 為什麼我們會看不明白呢 為什麼現在是看得明白呢 其實它的線條就是簡單了 它簡化了那個線條 就像一個古字這樣 它將這些扭扭扭的東西 就全部simplify 了 它沒有拒絕 它原本是古字的一個格口 它就這麼多兩棟出來 它就繁複了 這個字就繁複了 這個字就繁複了 現在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居字 一個居字 一個居字 日本的車字是這樣 它又要繁複到這樣 然後那個筆法好像感覺上 繁複了 它繁複了 我就覺得感覺上看不明白了 感覺上就看不明白了 所以你看到旋書仍然是保持了很多複雜的線條 很多複雜的線條 這就是旋書了 旋書做了很多次 但是它是把那個規格改革了 還有它是會在一個方形裡面的 而旋書的特色呢 旋書的特色有幾樣東西 就是比以前甲骨文幾樣是特色 就是它是規範了它 但是它更加裝飾性 裝飾性強了 就是它很多這些扭扭捏捏 還有它所有字是沒有正方的 是圓的 全部都是圓的 就是連四方的都變成圓的 它源頭源尾 源邊的 它有很多圓的 這個理字是圓的 好了 為什麼它會弄得這麼複雜呢 就是因為它原本預備將這些字 就是發明這些旋書的時候 它當時的想法就是用來記錄一些重要的東西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以前不重要的事情都不會寫字 而且根本上這些字這麼難 就是識字的人就這麼難 都是因為皇帝啊 他有些公告啊 或者有些東西需要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需要刻下去一些重要的器皿 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他才會刻下去的 這個呢 就是跟我們當時那個所謂禮 重視那樣東西 而產生出來的一個行為 或者那個造字的方法 為什麼呢 待會我再看下去就會明白了 所以這些字就變得很有裝飾性 還有很漂亮的 字本身是很漂亮的 很有裝飾性的 跟當時的圖案是很像的 當時那些的 那些的 我們那些的 鳳凰啊 或者那些的神秀啊 那些造型呢 線條都很像的 當時就是流行胡線的 因為胡線就是考功夫 直線就粗糙 你看到甲骨紋就很粗糙 所以胡線就比較快一些 是考手工一些 考手一些 我們現在做裝飾性的 譬如我們修花 我們做一些群髮 都是很多胡線 我經常覺得很漂亮啊 手工很精巧啊 繁繁繁繁的都覺得很板 沒有什麼功力啊 那這個呢 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算不算 但是因為它的字體複雜了 變成我們擾亂了我們的視線 於是乎呢 我就看不到那個字 而且是比較難學一些 但是你在當時那個社會呢 它是不需要每個人識字的 每個人是不需要識字的 就是識字還識字 不識字還不識字的 這個沒有要求的 沒有說我不識字我就找不到食 沒有啊 以前和不識字都找到食 因為以前是一個農業社會嘛 是農工商嘛 農業耕田 打獵 鮑魚 魚潮 耕毒嘛 魚 魚夫 潮 潮 潮 肚 耕田 讀 讀書 讀書 就是有四類大職業也好 讀書有多少樣的 或者我上山眨大也找到食 我鮑魚也找到食 這個在當時的社會 所以讀書識字是不必要的 不必要的 變成字的流行 就不是為了要去流行那種字 不是將它普及化了 總之將它規範化了 那我們就可以統一了一些文字 當時秦朝是統一六國的 六個國家 六個國家的文字 這個就是這樣 那個就差一點點 那就專視了 秦朝是一眼就統一了它 那這個就是 請問為什麼叫船書呢 這個船字 我都搞不成功 為什麼它不叫船書呢 我問一下這個叫什麼書 這個我就沒有考究了 如果它叫什麼書 你會問我為什麼叫什麼書呢 好了 我想問一下 孫克跟字體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 孫克是沒有簡化的 簡化是後來的字體 是不是 是 因為我再講下去了 其實即時已經 即時你問早了一個問題 好 這些文字 當時就分了兩個陣型的 一個就是這些官康 官字 這些字是說 皇帝我們這幫人呢 就寫來 刻在那些鐘頂上 刻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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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在那些石碑上 這些字呢 就很有官位的 就是很有什麼的 但是 平民有時候在某一些的情形 我們都要用一些字去記錄的 當時除了官呢 就是文了 文呢 平民呢 我又不需要寫這些字 我耕田而已 我打獵而已 我完全不需要用字的 但是有一批人呢 就用字的 就是那些奴隸啊 囚犯啊 那要視乎呢 因為這樣呢 因為這樣呢 就將這些 他們有一批人呢 就將這些字呢 用來手寫 他們不是要用來刻的 要用手寫 將這些字呢 就手寫在木板上 你看到這些呢 就是將那些當時的算書的實用性 當時的算書的實用性呢 他就將這些字呢 就刻在那些木板上的 比較typical一點 你看一下 那麼他就將這些字呢 是寫在那些木板上的 那麼當時寫那些字的人 你那些又圓又歐呢 真的太難了 我很難這樣 歐得這麼漂亮啊 因為那條一條這樣的竹 就要我記錄這麼多東西 於是他就要有些裝飾性 但是裝飾性就不同了 那麼這些呢 你看到這些 就有船書的味道 但是他又會 寫法就不同了 這些就不是挑剋性的書法 的寫法 而是用毛筆寫的寫法 那麼他當時的寫呢 就純粹是為了方便 他方便去寫入法版本 他不可以每次找他挑 他也不用挑得這麼漂亮 給皇帝看嘛 這是我們自己 玉尼啊 官 玉尼啊 那些管理的那些皇帝啊 管理的那些囚犯啊 或者記錄一些海關出入啊 自己用自己看就看得明白就行了 那麼當時那些字呢 你見到那些字呢 就會是這樣的了 那麼你見到這些 是用那些手 用那些字呢 就寫了一個報道的 那就是說 就是說文字去到秦朝之後呢 就開始呢 是有分開兩種的處理方法 一種就是 一種就是冠冕堂皇 刻在那些金石上 那些碑上 那些鐘頂上 大大的那些鐘啊 刻的編字下去 那就是很嚴肅 很嚴肅 很尊敬的黑白 所以那些字一定要公公正正 那些筆劃呢 是要很整齊 刻得不好就要斬透了 那麼所以那個刻那個人 都好像都很戰戰傾傾傾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很公正 很公正的靈 但是去到平民平時的人呢 我真的不可以 我一下下這樣 寫得這麼漂亮的 大哥我自己 我要賺錢 還有我要溝通那件事 紀錄那件事 於是他又將那些 了上了落那些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 這些 了上了落 就是了上了落這些東西呢 就簡單了變成這樣了 變成拉來直線就算了 方便自己去記錄 那這個呢 好了 就是 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 我所講的 這些是實用性 實用性的文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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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回整個故事背景了 剛剛有文 有個阿里斯 你真是好 你幫我統一這些字 大家一看那個就是那個字 那就很厲害 跟著說 你有刻在那些鐘頂上 刻在那些文物上 很嚴重很嚴肅 我現在的平民社呢 我就不會像你這樣搞到這麼複雜了 其實這些人都有看過金文的 那他呢 就將那些複雜的線條 就簡化了 那個字形就回到 那我來做什麼 這些牌子 這些牌子 是那些倉 是寄存的那個倉 每一個倉 一個倉 譬如我們裝什麼東西 我都有一個牌子寫著 這個要裝什麼東西 那這些這樣的寫字呢 是純粹民間和民間之間 來溝通的 我們不要搞那麼多禮節了 我們不要穿西裝 打了胎了 大家穿上衣服 講話就行了 那時候呢 就出現了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文字了 老師 那是不是麥和武筆 是由那時候開始了 是的 那時候就開始 是有人用物筆 用物筆來用物筆去寫字了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發明文字 還沒有發明文字 還沒有發明文字 它有筆有物筆 但是還沒有發明文字 所以 好了 接下來呢 就發生什麼事呢 我就觸檢了 就是觸檢了 才知道它是觸檢了 那就是說 好了 我們想像一下 以前然後又怎麼樣呢 有了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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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繫了一塊 這樣 繫了一塊 這樣 這裏 在當時來說 這裏就是一張紙 一張A4紙 今天我們一張A4紙 完全當它沒有到 以前呢 這樣就叫做一張紙 那這些紙呢 是有那個 是有一個 是有一個 後來有一個尺寸限制的 就約摸大約一尺多 成四十幾寸左右 的一個方便 那這些紙呢 它叫一卷 那它卷了 卷了就叫一卷了 一卷了 它們呢 於是它們的那些字呢 所有字呢 最好能夠在一卷上寫完 但是我們寫少一個字 寫少一行 也要開一卷新的 那就大件事了 那時候呢 就是說它們這些 所謂的竹簡 是有一個中心的規矩的 它們的做法就是 我弄了一個卷出來 沒有的 你用這個卷幫我寫字下去了 這樣一卷 所以我們後來 後來我們中國的書籍 甚至去到現在 中國的書籍 都一卷一卷 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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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四卷二 為什麼卷二卷二 就是因為竹簡寫完之後卷起它 我要寫一卷 è 我們要計算這個卷裡面都寫光 你寫多了四項 我們要多做一卷 你選都要選一卷 所以我們就叫做一卷 這個卷軸 這些竹简 其實就流行了很久很久 因為這種方法 當時來講已經是無敵的了 就是說我又有筆 又有墨 又有文字 又有竹简 所以讀書人 我們經常都讀書人說讀萬卷書 其實讀萬卷書 一卷書就是這麼多 寫這麼多東西 萬卷書都不及我們現在一本書 我們一拆金融都已經等於幾萬卷書 那當時來講《老子道德經》 那當時最早期 第一本就是我們叫做 《中國哲堂》裡面第一本這個巨書 就是《老子的道德經》 《老子道德經》就有五千多字 就是七十多卷 七十多卷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以前的人說讀書 讀書就說這個人就是博學多才 又說他有很多家床 很多書 可能叫汗流衝動 汗流衝動為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一卷卷這些東西 你要背著他去旅行或者去上京 如果你背著他就出汗 都是背著一卷卷這些東西 衝動的意思呢? 衝動的意思就是這些書 淋淋淋淋淋淋到那個家裡的棟樑頂 一卷卷一卷卷這些東西 他卷了就一卷 一卷卷就這麼大一塊 那卷卷這些字的高度呢 是有限制的 是大概一尺度 所以我們後來就叫做赤毒了 赤毒就是說我們寫信呢 都是用這些寫的 寫完之後一卷卷給別人的 都叫做赤毒 赤毒的赤字就是這個東西的高度一尺 這個是標準來的 等於現在的A4指是標準來的 好了 那這個木簡 其實我們一直呢 為什麼我們沒有人會去研究這些觸簡呢? 因為在當時來說 寫入觸簡這些字呢 就不當它是書法 就不當它是書法 因為它是屬於下三流的人 那些下等人去記錄一些東西 就不當它是書法 還有它純粹是為了看內容而已 因為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你發揮那個創作力呢 書法的創作力是有限的 還有呢 還有呢 它因為 因為這個限制了一個高度 和限制了一個闊度 所以呢 這些文字呢 我們就叫這些做遞書 我們叫這些遞書 那遞書和傳書不同 遞書就是把傳書簡化了 是給那些平民的那些下三流的監犯啊 奴隸啊 記錄一些奴隸啊 記錄開了多少日工啊 做了些什麼啊 那些倉庫在哪裡啊 那些給它下三流的字體來的 所以就當時來說 就不會納入這個正統的藝術的 所以一直都沒有人去看這些字 還有這些字 還有因為這些字呢 它當時是因為要寫在竹箭上 所以由長身呢 就變成扁身了 扁身就多寫幾個 一條東西就寫多幾個字 如果長身就寫少幾個字 那麼 請問遞書是不是奴隸寫的 所以叫做遞書 所以人們說叫他這種奴隸 我懂得解釋給你聽 其實是奴隸 好像這個奴隸的人所謂的字 所以在這段時期 雖然這麼多竹箭寫了這麼多字 但是在這裡都沒有正式賴閉中國書法 因為這些字呢 是下三流的人寫的 就是不可以上殿堂的 所以我們就叫做奴隸書 我想問跟奴隸有沒有關係的 有一點關係的 但是你有一點明白 以前的所謂奴隸 又不是今天奴隸得這麼奴隸的 只不過當時那個社會 當時那個社會秩序就是 你不是有錢人就是奴隸的了 就是當時那個社會就是 我是服務 比如說我一個農戶 你是地主 那我就為我世世代代 都是幫你耕持的了 就是以前沒有現在這樣的思想 沒有解放黑龍 沒有人之類的 當時的中國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是奴隸 你就一輩子都是奴隸的了 你下一代都是奴隸的了 就是我大戶人家 我請個小妹子 請個小妹子回來做我 她從小到大 從小就請我回來 跟著她又一輩子跟我做 她做奴隸就覺得沒有問題的 她覺得沒有問題的 當時未能有人 你要明白 當時未能有人去宣揚這個人權 沒有人權的 整個中國社會以前是沒有人權的 所以做奴隸我拿去那個份工做奴隸 嚴格來說 你說在今天的社會來說 我們每個存錢買三萬呎元樓 我們就扭聾了 我們都是樓的奴隸 不過我們不會覺得是樓的奴隸 我們就說我們存錢買樓 很開心 我們覺得是take for granted 就是當時的社會 也一樣有這樣的風氣 所以我們要明白 只不過說 以前我也說過 讀書的人已經不多 識字的人已經不多 識字的人是做官的 大部分做官的人才識字 識字的人就會做官 做官他就會做權貴 他做權貴就會識字 這個是一個因果的關係 那些我不做官 我不做權貴 但是他還可以的 他耕田 他鮑魚 他斬柴 你不要以為斬柴 是很大的生意 和現在做石油一樣的 以前的能源就是斬柴 現在就說有油田而已 以前我有個山石 那些柴 我覺得都很發達的 只是斬柴的柴都很棒的 以前那個社會的價值觀 我們要用現在的角度去看 現在就等於有一個石油國家 有一個油田 現在的能源就是石油 以前的油田就是柴 所以漁朝耕獨的潮膚 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一個很賺錢的行業 我們不用識字 會減大 這個就是當時那個社會的價值觀 是和現在不同 但是我們在文字上可以看到的 同樣的道理 當我們研究中國的書法文字 也都要寧時凌達它那個社會 那個社會就出現了這樣的字 而這些字一直都不會被納入這個書法藝術裡 因為這些字純粹是實用性的 等於今天我們寫字 我們不會把那個微黑體 把那個微黑體 我們不會納微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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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納這個仿送體 那些字 那天都看著 整個字了 你們今天不會把那個微黑體 來做這個書法的 一樣的道理 道理是一樣的 因為那些字實在太多了 就是這樣寫 但是我們都沒有去研究過 那些 我們自己的直字那些字體 黑體、粗黑 一體 我們沒有去研究那些字的 沒有去崇拜那些字 去學那些字 一樣的道理 我想那些不是奴隸來的了 應該是那些俘虜來的了 是嗎? 未必一定是俘虜 你今天還要俘虜 你奴隸怎麼會懂這麼多字呢? 其實那些可能是 管理奴隸那個 不是,是管理奴隸那個官 管理奴隸那個官 但是他寫字文字的量很多 跟著下來呢 是用來寫大量的竹簡 那些竹簡就是書 一本書 要找人去寫寫完字 或者那個文人自己要寫的 你買一排竹簡回來 自己寫 已經作了一篇文字 就買寫寫寫下去 那你寫的時候 他就要繼續計著 他說你一定要幫我寫全部下去 你不要多寫一句 寫多一句 買多一卷回來 這樣就很貴的 這個就是當時那個社會 純粹寫字為了記錄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後再講下來 大家就會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 那些人去理解書法了 但是只不過今天 我們今天那個眼光 現代那個眼光 我們就沒有分農不農的了 是吧? 只不過用書看 這些竹簡簡的書題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人寫的 但是其實這些書看是很漂亮 也很值得我們去學的 這些就是那個遞書了 就是那時候已經把那些遞書 是有人簡化成這樣 是不是?有人簡化成這樣 這些是完全沒有規則的 你怎麼可能 那些大觀計人 會把這張東西 寫在自己的聽 當然不會 這些就是當時的字體 但是在今天來說 我們這些字都是有欣賞價值的 因為它都是當時的人 用手筆寫在那塊木板上 有一種它都有一種字體 一種很自由很castle 這樣寫的 行不行? 好了 你看到這些竹簡 這些竹簡 這些竹簡是寫了幾百年的了 所以它一路一路的變化 它的字慢慢慢慢就形成了 這個遞書的初型 遞書的初型 這些開始就越來越了 它越來越了 它還是用竹簡寫的 但是它已經寫得很了 已經寫得很了 它寫得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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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為藝術 你今天就當它為藝術 它當時說很快 很多東西很難搞 又要多什麼什麼 寫下來很多東西要記錄 這時候寫不出來 總之我懂得看的 我自己懂得看的 我自己記錄了一些東西 我本倉的人這樣 這時候你看到竹簡裡面的字 其實竹簡的字 都已經有這個草書的初型 有這個行書的初型 可以不可以 你看看這些字 其實根本就是草書行書 所以行書、草書 是和這個遞書和這個竹 是差不多同一時間 只不過那個發明這些字的人 它沒有刻意 我現在要發明行書 就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它是工作 或者技術上的需要 或者是所以它要寫成這樣 可以不可以 很明顯就是竹簡裡面的字 你可以看到其實竹簡裡面 有大量的不同的 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我們可以參考的 這些就是我們遞書的初型 我們遞書的初型 這就是遞書的初型 其實這就是遞書的初型 遞書的初型 不是在一個碑裡 不是在碑裡開始 是在這些竹簡裡面開始 這些竹簡裡面 它要裝飾性 那時候你看它 它這些有一點像分 同一個竹簡裡面 它又要寫回船書那樣的寫法 這些就是我們在那些木板上寫這些字 其實它們那個字體的造型 都是很漂亮的 都是很漂亮的 還有你看到當時它寫這些竹簡的人 寫竹簡的人 它用毛筆來寫那些遞書 但是我們要記住 這個遞書的名字 我只是後人按單給它 它這個人沒有說 我要做創作 我要寫這款書 就叫遞書 它不是這樣的 它純粹是因為 技術上的需要 簡法工作上的需要 所以它這樣寫 後來的人就安拒這些叫遞書 好 你要看到什麼呢 看到它這個書寫性 它這個書寫性 其實它已經是用毛筆來寫 是有粗有粗和幼 一個字裡面有粗和有幼 一個字裡面有粗和有幼 跟以前我們剛才看的那些船書 已經很不同了 其實它不同 是個態度不同 是個寫的態度不同 這個人是要工作 要寫大量的字 那些船書 黑落的銅、金族那些 大把錢給它 很嚴肅 你不要麻煩 你是要公公正正 就是我世世代代都要流傳 那個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就是我們明白 我們之後以後講的 什麼叫做神韻 你看到那些字已經有粗有幼 那這些字 就不是王希致來的 這些是那些玉莉、監莊 即是那些倉務 那些空關、海關、紀錄那些人來的 那些官都要認識字的 你認識到字 就會有功績去做 就是因為我們主流的書法 一直都不當它是書法 所以沒有人會去看這些字的 那我特意去研究這些字 那我收集了很多這些字 我們看到 它是寫在不同的地方 有兩行字就寫在中間 或者兩行字寫在中間 其實它今天用現代艺术簡剛來看 它整個佈局造型都很漂亮 它整塊東西就是在我頂上寫多一點點而已 在我頂上寫多一點點而已 其實在現代那個藝術眼光來看 整個東西拿出來畫在牆上都很正 或者有些字寫在上面 其實這些就是帝書的造型 帝書的初戀 帝書的初戀是由算書簡化出來的 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些造型 這些造型就是帝書的造型 但是當時因為沒有給別人去留意 這些這樣的書 將這些帝書書寫性地寫出來 變成帝書的一種過渡時期 這些書法 這些書是沒有給別人去留意的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我們講的叫竹簡木簡 竹簡木簡在當時還沒有紙 沒有紙的時候 就用來當紙用的 一段很長的時間 自從發明了紙之後 其實紙和竹簡木簡都仍然是並行的 還仍然有人是要不用紙 為什麼 因為當時發明的紙 那個油韌性又不大 那個韌度又不大的 保存價值很難保存的 一下子就不見了 一下子就濕了爛了 那些紙沒有紙的 可能一下子跌到水 就已經整張紙都沒有了 所以仍然有人堅持 是用竹簡木簡來流傳的 竹簡木簡流傳了 它就會 世世代代流傳得很好 還有這些紙有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來 有很多那些說 我讀萬卷書 我又要藏流衝動 突然間變成一疊紙 你讀這疊紙 我讀整個動良的書 你讀那一疊東西 讀什麼 有很多這些不同的理由 所以還有一段很長的時期 是木簡竹簡和紙是並存的 好了 那中國 今天我講到這裡 現在竹簡木簡這一分鐘 都未曾講到書法 即是未曾被定性為書法 我現在介紹的只不過是文字 中國文字那個變化 由甲骨文去到竹簡 而竹簡就是遞書的初譯 就是遞書的初譯 而是有了這些遞書的初譯 就是它將字簡化了 於是後來覺得這個字簡化了 有多實用 於是就開始有遞書了 到這裏大家有什麼問題 到這裏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了 好 那就好了 跟著中國的文字 就出現了一件什麼呢 我叫做碑 叫做碑 這就是碑 碑就是一個很 common 的一個 在中國來說 是有很多碑的 很多碑的 其實這些碑是由中國 就是古代 就是秦朝、宋朝 一直流傳到今天 其實今時今日 都還有碑的 什麼碑呢 石碑、墓碑 今天我們那個墳墓 如果土葬的時候 那個墓碑都是要挑一些字 黑的字下去 另外我們很多時候 那些那些 那些電機典禮 有塊碑石 那塊石都可能挑一些字下去 就是早些十幾二十年 都還有人挑一些碑 所以碑這個東西 一直都是流傳下來的 一直流傳下來 到這樣的形式 一種文字保留的形式 就叫做碑 這個字就是 好了 碑就是什麼呢 碑就是一塊石碑 很久以前 很重要的東西 一些很重要的文件 很重要的字 那一刻就在碑上 永留 就是萬世流傳 放在那裡 就大家都看到了 碑 這個跟竹簡不同 竹簡可以帶著它到處走的 碑就刻在那個位 刻在那個位 那個個就在那個位置看那個碑 碑裏面就有些文字了 碑裏面就有些文字了 好了 這些就是碑了 這個就是碑了 碑呢 就是把那些字刻上去 好了 我又講回 船書 遞書 街書 什麼書都可以 我們就要講那個 那個態度 那個態度 刻寫那個詞 那個態度 你刻得下碑 一定是非常之重要 很少人之嚴謹 你不可以 禮靈禮靜 就是當你有鬼力的時候 所以我看到那些碑 就一定是要公公正正 齊齊整整 那些字 每個字的造型 都是很嚴謹的 很嚴格的 這個叫碑 這個叫碑 那碑呢 這些碑的文字 也是由帝書 去到街書 通常是帝書和街書最多 因為你要刻在碑上 你不會把竹簡 那些亂講 Felibri 刻在碑上 因為那些文字的格格 就是那個格局是不同的 格格是不同的 那個classing 那些是屬於平文 下三樓的字 這些又流傳萬世 就是記錄一些很重要的文憲 很重要的事件 而刻出來的 所以這些碑的字就是公公正正 齊齊整整 是很受規範 但是反過來這些碑的字 就少了人性 我們說這次少了人性 少了個性 或者是沒有機的 這是沒有機體來的 因為它是南橫直直過都一樣的 就不是一個書法家自己刻下去的 是用一個黑碑的工人刻下去的 黑碑的工人照著你那邊的東西 刻下去的 那這個呢 所以這個 我看到手寫的和碑的 碑黑的碑的字是不同的 那因為 好了 這些碑的字 碑黑的碑 我又要說到又要漂亮 又要美觀 又要公正 又要說那個態度 當時的態度 因為非常專敬專功 這個是 這個是 這篇東西是某某某某寫的 很有紀念價值 很有學習價值 刻下來都要公公敬敬的 那就要看出來 就變成這些字 全部都是碑的字 就是這樣 那今天 就是 那些人學書法 學書法的人 就覺得 你去學書法 我去淋什麼 你淋碑 淋這個什麼柳公拳 走真輕 那這些碑 就字就是這樣的了 就是說一定公公正正 公公正正 但是其實 剛才我看回書法 其實都不一定這樣 那就是說 我們要明白 我們寫這些字 就是因為是要學這種這樣的態度 是這種態度的字 因為我們呢 我們一直的社會呢 你寫這個字的態度 就反映你的人的態度 是不是 我們說字 字就是人的衣冠 我們說字就是人的衣冠 是不是 你寫的手好字呢 你這個人都是 做得這麼恐怖 這個價值觀的思維 其實都是一路互相 相互影響 而令到我們 學書法 學者門註一定要寫這些碑 是吧 寫好這些碑 但是這些碑 其實它是一種 是有條件 有背景之下 製造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碑呢 壹定是公公正正的 吋 frame 整整的 其實在當時那些碑和今天我們寫的牌子 就是你那些牌子你現在寫的 你那些字不是有什麼送體、黑體、微黑體 其實是同一個概念而已 問題就是它要用那個碑 那一定是公公正正的 它整篇字都可以黑下來 它整篇字都可以黑下來 一定是公公正正的 整齊齊齊的 那它的碑是由船書開始有黑的洞 黑落的石碑裡 然後到街書都還有黑落的碑裡 那這個是因為它是一種模式來的 是一種模式 是某一種模式 就是更等於我們現在今天那些電機禮 那個大廈外面有一篇東西 今天就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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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一樣的 那個態度是一樣的 是非常嚴謹的 有一班大粒人在後面 一班大粒人在後面指著你 你不要刻作啊 你不要刻作啊 你不要刻作孫啊 這個答案 推量無控制的 你去釋放這個動作 要記錯了 對到這個動作 我不是曉得你oss我 在這裏 我只想示範啊 這就是你不要緊 你不要緊 那你要讓你爭取 每一種寫字都有背後的背景 有背後的背景 它因為那個背景而寫出這個字出來 今天在現代社會 其實我們已經實用價值 把這個字寫得公公正正 找人刻入一個碑裡 這種文化已經沒有了 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寫得這麼公公正正呢? 這些這麼公正的字 尤其是佳書 佳書呢 其實佳書呢 那些文人平時就不用佳書的 他是要去考科具 因為他要考科具 因為他要考試 他要呈一封信或者上書給一些上級 就要寫佳書了 那麼他大部分寫佳書的呢 都是想做官 或者做了官之後 在官場那裡就要寫佳書 那麼因為他們那種官場的文化 大哥 我要尊敬我 我要受尊敬你 你不要寫這些字條給我看 就是不尊敬 那麼有一種這樣的態度呢 就要產生出來的佳書 所以佳書呢 就叫做官國體 官國體 就是要平平正正 記記你們這個佳書 那麼佳書有幾個標準 就是監體、柳體、宋體 柳公權、蘭真卿、歐陽遜 那麼這些字體呢 這幾個書家呢 他是設計到這些佳書呢 是很漂亮、很風整、很美的 但是我們現在不需要有一種實用價值 我們不是用來寫多來考狀元 我們不是要寫一些佳書出來 去給皇帝看的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寫佳書呢 我們下一堂呢 就開始講真正的書法了 真正的書法 其實或者可以這麼說 就是源自王熙之的 那王熙之那些就是書法了 那麼好了 王熙之的書法 又是什麼來的呢 那麼下一堂會再繼續去講 中國的所謂書法 是由王熙之開始 是由人開始去欣賞書法的 那麼這些之前那些 那些這樣的遞書 在黑洛祝簡裡 一直都沒有立在它正統的書法